欢迎收看7月3号星期三的 9四要客宿 我是主持人Melody邱盛文 今天晚上热闹 国民党要举办第三场 也是最后一场的 这个证件发表会 but ok 人声有这个but 这证件发表会都还没有结束 民调都还没有开始 现在坊间已经在问一个问题了 叫做如果韩国瑜输了怎么办 他会不会被做掉 ok 这些百万韩粉大军要何去何从 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有趣的话题 不过在探讨之前 请大家现在立刻把手机 把网页点开来 赶快分享 赶快订阅我们9四要客宿 因为今天的卡司阵容 非常厉害好不好 有林志玲 有吴彦祖 还有梁朝伟 还有恰吉 来 第一位就是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 来 王世坚 大家好 今天有带危险物品吗 没有 脚械 脚械 那把刀友有先搜身啦 ok 好 这是我们台北市议员 台北恰吉 第二位很厉害喔 是新竹的林志玲 来 欢迎的是我们的玉婷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时代力量新竹市立委参选人高玉婷 大家好 记得叫我志玲 记得叫志玲 ok 今天欢迎了 因为今天颜值真的非常高 大家网友赶快call in 竟然会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分享心情 来 第三位刚才讲到梁朝伟 对不对 凤山梁朝伟 真好 大家好 好 不要辞穷了啦 这个是我们的高雄市议员志玲 来 第四位呢 今天早上才去帮她的老板朱立伦来拜票的 有新北吴彦祖之称的叶元志 真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ok 好 大家卡了一下 因为今天真的颜值都很高好不好 好 刚刚讲到的是 这个韩国瑜到底会不会被卡 就是这一次初选到底能不能胜出 现在初选都还没开始民调了 已经有人在问了 他会不会被卡住 会不会最后胜出的不是他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 他们在担心 党中央会不会作弊 第二个呢 他们想说 是不是这个 大家觉得郭台铭这个银蛋比较够 就靠边站 站过去了 这个是一个大家要思考的点 不过呢 回归到市政 先看这个图 大家再问说 现在韩流 有所谓的消灭韩流三部曲 哪三部呢 来 登革热 呛韩热 都很热 还有一个是 这个前几天发生的小三通的乌龙事件 这个我要先来问阿根 来世间议员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这三部曲就可以把这个韩流给灭掉 其实灭流头再有主 我希望说韩国瑜跟韩粉们 他要清楚 真的在卡韩的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蓝营的内部 从郭台铭宣布要参选 这个卡韩三合一 就是权贵加上精英加上财神郭台铭 那他们核主一个这个卡韩连线 所以你看他们从一些名嘴的爆料 从这个一些怎么样去攻击韩国瑜 甚至批评韩国瑜是草包 骂韩粉们是乌合之众 这都出自于这个三合一卡韩连线之首 那其实跟我们民进党完全无关 因为我们民进党的逻辑很简单 因为韩国瑜也好 郭台铭也罢 即便朱立伦等等 你们都还不在我们绿营的射程范围内 你们还在蓝营内部 你们自己在厮杀 你们在初选 没有人出现代表蓝营的时候 还不在射程范围内 那第二点之所以韩国瑜韩粉们 他们会误解 会想说是不是登革热高雄市政 淹水等等的这些问题 是民进党中央执政来卡韩的 其实不是 大家冷静去想 这几个市政议题的源头 那是韩国瑜他自己先提出的 比方说登革热的他自己说 他向中央争取费用 迟迟争取不到 争取到了以后又迟迟不下来 中央给的不甘不脆 那其实韩国瑜这么做 我是可以理解他的动机 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现在正直他们蓝营在初选 国民党的初选 那你韩国瑜用这个 跟民进党中央执政对杠的时候 你把登革热或其他市政议题 拿来当政治议题对杠的时候 不但可以炒议题搏板面 而且可以确立你韩国瑜 在你们国民党内 你是蓝营战神打绿一哥 那用这个来区别于其他总统残选人们 尤其人家财神多的是资源 那韩国瑜在这一方面资源比较欠缺嘛 所以他当然理所当然的把这些拿来当做政治素材 跟中央对杠 而且韩国瑜不可否认他参选高雄市长 我觉得他是临时报复角 因为当时是选择好玩的嘛 他去高雄 没想到不到半年他选上 所以我觉得他准备不足 所以高雄市政对他来讲 说实在话他真的是准备不足 你看他连路名一到十 让高雄最好记得十条大路 他都记不太清楚 那韩国瑜不过他有一点是还OK 他是先上车但是后补票 他后来还有打算说要好好来做来补票 但你票都还没补好 结果没想到又参与总统大选的初选 所以他把这些市政议题 拿来跟中央对抗的时候 刚好又可以遮掩市政不利的一些缺失 所以我想基本上韩国瑜会这么做 那他这样子做的结论 你看最近的民调他还是上来的 不管财神或者朱立伦在后面 怎么样苦苦相追 或者用尽各种方法 卡韩打韩栽赃韩的时候 韩国瑜还是在他们蓝营里面 还是胜出 所以我预测 不过现在民调已经很惊咬了 那很多民调是可能对郭台铭比较友善 那就是郭台铭用来壮胆用的 基本上如果照现在的社会氛围 在我看下礼拜国民党的初选 应该韩国瑜会显胜 现在世间议员投韩国瑜一票了吗 对不对 好像很有可能 我是在分析 我个人没有投他 OK好 不过刚才这个讲到韩国瑜 到底有没有可能因为市政被压垮 这根稻草对不对 我要问玉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你从新竹来 大家其实最近尤其这半年来 从这个韩国瑜上任以来 他屡屡被拿来比较 比方说跟这个桃园的郑文灿比啦 跟新竹的谁比啦 跟基隆的谁比啦 你觉得这真的是有可能吗 他说他上任了高雄之后 他最厉害叫做城市亮度被看见 你赞同吗 有 他讲的其实是 我们会觉得说 他其实每个礼拜都非常的专心 做他总统造势的工作 上礼拜才去你们新竹啊 对没有错 想要来到我们新竹的话 我们就很有感觉 不只制造了非常大的 非公益性的 有这些摊贩 来借租县府的广场 是 但重点是 好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的韩国瑜到底要讲些什么 他来到新竹这个科技的城市 半点科技政策都没有讲 对 他就讲有30万人是不是 对 他就只会 持续的壮大 就像他说的 他只会来讲说他有非常多人 但是说真的科技政策半点 有内容的都没有讲 所以我们就会讲 有他有说一个晶圆 他说40年前他还不知道晶圆 只知道吃汤圆 这是我听完最有印象的一句 没有错 这是他唯一有提起跟科技相关的 但是最后还是落得他一贯的非常空洞 乏善可乘的言论 那老实说 以我们实在力量 我们实在力量的这个荒洁 他进入了在我们市议会 非常努力的监督 特别他是公共卫生这样子的学历背景 其实针对于在登格勒这些防疫媒工作上 他其实是非常的具有专业性 但是我们也可以都知道 他竟然会被支持韩国瑜的人 说要来罢免 那以我们来看的话 这其实是他罢免的原因 竟然是说因为黄洁问证太认真 那对我们来讲说 这韩国瑜这么的不认真的一个市长 专心在做他要做总统造势的工作 什么时候这个罢免这件事情 竟然会沦为一个互相报复的工具 我们来看的话是觉得 这其实是那这样大可不必 有点以牙还牙是不是 就是你罢免我再把你罢回去 对我们就觉得说 渊渊相报何时了 渊渊相罢OK 好这是玉婷特别提到的 那另外我要问一下 来自这个高雄的志宏 你最近带了很多这个资料上来 因为大家实在太关注 我们高雄的市政了 因为虽然邓格勒发生在高雄 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互相传播的 群聚的感人 也可能周边的县市会比较紧张嘛 好你看到的这个是Glass 我们这个行政院发言人 对于最近因为实在 因为这个邓格勒的议题 中央干地方地方干中央 好他就说呢 一直重播累不累啊 他说中央跟地方 本来就可以好好合作 共同防疫才是王道 好实际上呢 他说行政院不管是和这个公文 或是拨款给高雄市政府 其实速度都比以前还要快 这是一个重点 再来他说中央的疾管署 地方的高雄市府卫生局 他们之间没有不好 同人之间合作都非常的愉快 很互相的扶持 而且呢包括卫福部 财政部 疾管署 行政院多次的举证澄清 说明真相 他不理解的是韩国瑜 为什么依然要不断的来回的 重播著他想讲的剧本 他要问的是这句 动机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韩市长动机是什么 动机很简单 现在就是国民党的初选嘛 当然这时候就是要把这个 中央还有民进党当做一个政治提款机 好超办法赢得初选 凝聚在韩粉 又是一个ATM ATM又来了 ATM又来了 他就是很简单 把这个韩粉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他就有机会 这因为韩粉毕竟也蛮多人的 就是大概我看这个媒体报导过有100多万人 是这个真正的韩粉 其实这个国民党初选 或任何政党初选都很简单 就是说谁可以动员越多人 在家里等电话谁就会胜出嘛 现在在比动员的时候 当然韩国瑜这时候就是 各种这个市政的缺失 或者是他自己做不好 就先怪罪中央 把中央当提款机 凝聚韩粉的势力 这是他现在最高的指导原则 所以说其实 我们上礼拜就接受到 公民歌草行动联盟的委托 去商界博二的土地 博二周边的空地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公民的 可以在那边活动的空间 是 那连省都还没有省 就第一时间以这个 这是政治活动 不可以商界为由 就拒绝 那场地在哪里 博二这么棒的这种空间 周边是这个铁道文化园区 那这个博二的棚桥仓库群 周边有一个三角地带 其实就是平常市民都在那边 活动的地方啊 那也 这个公民团体也是讲说 这现场就是要来举办 这个公民的市集啊 论坛啊 还有一些艺文的演出 这很单纯都符合这个项目 那你怎么去界定政治活动 那结果我们后来发现说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韩粉好像也要去那边办活动 去那边唱夜席 好像就可以的样子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标准 韩国瑜市长他自己可以在台北 花莲 云林 新竹这样造势 趴趴走 制造对立颠倒是非 结果却高雄市民不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进行言论的表达 活动的举办 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好像韩粉还可以 韩粉不用申请可以到现场去唱夜席 那市民要去申请 却被 这个以政治活动而拒绝被驳回 我想这个两套标准 就好像只准周关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嘛 那高雄市民好像在这个韩国瑜市长的眼里 真的是比韩粉还要不如 好像二等市民一样 有差别心吗 有差别大域啊 所以其实这个 现在很简单 它的动机就是选举 因为最后关头了 为了要赢得胜选 他不择手段的 把这个高雄市民的权利牺牲掉 把中央来帮助地方的这个事实也牺牲掉 真正帮助高雄的是这个民进党政府啊 过去这个 像捷运的这个路逐延伸线的核定 还有黄线的这种经费的核定 桥头科学园区 这些都是在中美贸易战之下 对高雄地方的建设 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都卡住了 这些重要实质来帮忙 反而是不用心不认真 不做功课是韩国瑜市长本人 当时在议会的时候 不是有议员问他说 那桥头科学园区 那你自己觉得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他回答不出来 就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进行那土地的重新的这个审议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结果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这是何等对高雄市重要的政策 那他却不知道 那他到底在做什么 登革了他自己延荡了这个 防疫的黄金时间 拖了核定二倍金的使用的时间 拖了那么久的时间 反观中央他们是 两天半的时间 就核定了这个经费下来 来帮助高雄 结果高雄市政府 去领钱这件事情 都自己卡自己 还在怪中央说没有给钱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嘛 就是真正喔 我觉得刚盛文讲到前面有没有什么灭韩三部曲 我觉得只有三个字 叫发大财 发大财自己灭了自己的路是不是 高雄发大财 发大的三个字 是韩国务市长自己发明出来的嘛 那结果呢 就因为这个给人家 错误的期待 或诈骗的期待 诈骗的期待 诈骗的期待 自己灭了自己的路 就韩国务市长自己本人啊 OK 可是你现在讲的这么火烂 你会不会怕 你也布露这个黄杰的后尘 可是有人罢免你怎么办 当然是尊重公民行使权利嘛 那真的要罢免 那就是依法看要怎么进行 那我都是尊重 那真的要罢免就来 没有关系 因为有一位网友 田先生 田桂姐 他说高雄在地20万的韩家军 要罢免这位议员 你现在赢了 真的林志宏有够红 完全尊重就是这个 但是我也要提醒就是说 有涉及在这个选区才有罢免的权利 就像是高雄市民 才有权利罢免韩国瑜市长 对当然 如果是要罢免选区的议员或立委的话 就那个选区涉及人口才可以 有这个权利 你当初得票数多少 2万2千多票 至少要四分之一嘛 对不对 依法的话 应该第一阶段是要 十分之 就是一% 提出来 然后再一成 来连数 然后最后是 四分之一 法律都有一些规定 有一些程序 那如果真的有 有意要做任何事情 你请照程序走 哎呦你来嗆声 我们的林志宏嗆声 好有意罢免他的韩粉 照程序走 好我要问的 刚刚你讲到那个特别夜席 你说博二你们要借 这个公民歌草要借 不给借 因为他说涉及政治活动 哪一个政治 其实我搞不清楚 可能是发这个罢免 输这个动作有政治 可是呢 这个是谁鋼铁侠徐正文 他就是很挺韩国瑜的一个国民党的人嘛 他发起呢 干脆7月6号那天 我们来唱夜席 他还传那个简讯 传给这个潘恒旭 他说 居长你好 我是韩国瑜后援会 这个脸书的版主徐正文 我们要发动北部人去高雄玩 6号下午还邀请你一起来博二特区 他说没问题啊 这个我看一下行程在回复你这样 所以大家觉得 这有没有双重标准的问题 比方说这个A申请不过 但是B可能去外面唱个夜席 就觉得OK 这个我就要问夜远迟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蛮奇怪的 7月7号其实有一个活动 就是其实国民党发起的 要上凯道 要反这个公投的部分 可是现在坊间有很多的声量说 你不能去不能去不能去 你去了 可能就不挺韩 这是怎么回事 先讲一下刚刚那个博二的 那个徐正文申请 高雄市政府也没有准啊 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双重标准嘛 那完全没有申请 你们也可以不要申请嘛 他们是依法集会有什么 所以是申请吧 双重标准应该是说 他申请准了 你们没准才叫双重标准嘛 那他没申请嘛 那你们也可以不要申请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能这样子讲啦 这是要先澄清一下 第二个盛文你刚刚的问题 因为现在 这个回到国民党内部 现在国民党内部 我觉得基层因为焦虑 所以主要是我们初选三办太久了 我们从1月一直搞到现在已经 已经半年多了 谁在你们硬要排在民进党后面 你们就想要偷看民进党是谁出来吗 我们没有 我们是这一次选举是最变化多端 最诡捷的一次啦 所以大家也没有料到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啦 那反正7月8号到14号就要做民调 然后最后结果就要出来了嘛 那因为这个过程实在太久了 而且中间风风雨雨 制度也变化非常多次 所以很多挺不同人的支持者 已经产生一些焦虑啦 那这焦虑也产生一些互相的不信任 然后譬如说像民调这件事情 最近很多某一个阵营的支持者 不同阵营都有喔 都会很担心自己被做掉 那这个传言很多 有的甚至讲说 有接到谁谁谁的民调的 拜票的电话 你一定要听完喔 如果你没有听完的话 你就会被被视为是不支持他的 然后你下次再做民调就被抽起来 这种传言很多啊 那我个人认为是 比较不可能会出现 民调作弊的状况 可是为什么大家会很焦虑 就是因为不信任嘛 那还有发生就是 像我们连续办了 准备要办三场 国政说明会 已经办两场 今天晚上是第三场 那前两场 我们党部也有要求说 各阵营要带应援团去 30个人 那不同的应援团之间 在门口就互相叫嚣嘛 所以后来这个就冲突很多啦 那所以各位就知道说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忧心说 7月7号的这个 反公投的游行 会认为说 是不是为了郭台铭 那这个是 阳成定做造势的 要把球做给郭台铭 那有一个桌曲家 刘家昌嘛 刘家昌他非常支持韩国瑜 市长的 那他就呼吁韩粉不要参加 那他理由是说 他觉得这个是 国民党一个圈套 为什么呢 因为当韩粉到了那个现场呢 看到郭台铭的讲话 一定会很不高兴 就会骂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最近都一直在酸韩国瑜 那所以假设 避免冲突发生 对假设冲突发生 然后又会被人家认为说 你看你韩粉很不理性 又会造成负面的印象 又会牵托到韩市长 所以这是算是一个圈套 就呼吁大家尽量不要去参加 这个逻辑也是通啦 也是通 那我觉得大家怎么想都尊重 只是说 我觉得就是反映一个基层的焦虑啦 现在大家真的都很焦虑 而且国民党这次五路人马 是 民进党那两个而已嘛 而且民进党很快速就整合了啦 那国民党五路人马整合起来 一定是非常困难 而且五路之外 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的王金平 对 对不对 王金平现在的 第六路 今天新闻出来的脚本是说 真正的外挂 谁出来之后 最大的外挂 就是他的脚本 是希望某一个出来 然后爆掉再换他 今天媒体讲了 所以诡诀多端啦 那乱怎么样 我们还是希望 这次可以办得顺顺利利啦 ok 那个罢免事情 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你也要唱歌 不怕被罢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新北 没有罢免的问题嘛 现在是高雄才有罢免嘛 那现在高雄罢免的 那个叫做 We Care 还有公民歌草行动 两个结合 那We Care是谁 We Care就是之前 陈菊的文化局局长 你应该认识嘛 那我觉得说 选输就选输了 那选输又出来 搞一个公民团体 要去罢免你 赢你的对手 那不就是阿扁讲的 冤冤相报何时了 那下一次 你把韩市长罢免 好假设你民党选上 那国民党 再搞一个公民歌草联盟 再把你割掉 那民主政治这样搞 我真的觉得还蛮奇怪的 而且 而且这个 那公民歌草行动联盟 的脸书 还号召北部的民众 签户籍到高雄去罢免韩市长 所以刚刚志同讲很好啊 你要高雄人才能罢免嘛 怎么会号召别人签户籍 那我还要号召 非洲人啊 亚洲人呢 一起来罢免蔡英文 有这种事情 你可能要先获得 我们的国旨 所以他签户籍也是很奇怪嘛 所以我觉得 罢免这是 这个行动是国父那时候 订定的一个我们的 民主的权利 但是把它搞成政治斗争 我真的觉得还蛮遗憾的 我必须要讲一下 高雄人 现在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想要响应罢免 因为这其实有点超乎到 我们的想象就是 我们受托服务处 成为代收站 我们发现 来到服务处去签罢免书的 都不是好像平常会在很 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群众 他们这是素人中的素人 而是那种西家带卷 福老西幼 全家大小一起那种 开着车来 问这边有没有罢免书 可以签 拿几张回去之后 还有左右邻居去 去问说有没有要签 这种是一种公民的力量 这是完全超乎到我们想象 引力啊 引力巴动的嘛 没有 就是你们文化局同事啊 文化局长啊 公民歌朝 城局的大将啊 等一下 有网友说引力也是公民之一啊 所以他也可以发起啊 他就是挺成期待的嘛 那我来巴动罢免蔡英文 重点是韩国瑜市长 如果说他在议会里面 他只是纯粹讲空话 或被质询问倒 他不认真也好 或等等这些 我认为都不会到 现在这种社会气氛 最主要是因为 他当了市长没有几个月 这个权力中毒太深 一定会让人家动美调的地方才会这样 那吕秀莲之前 吕秀莲之前 吕秀莲桃圆县长去副总统 你怎么没出来罢免他 陈菊坐两年就去高雄市当 就去总统府当立宿长 他问这种问题不是问我 是问你们自己 就是说为什么公民的力量 这时候很反弹 你标准要一致啦 标准要一致啊 陈菊也落跑啊 苏贞昌也落跑啊 公民团体自己发起 苏贞昌也落跑是一个大前提 可能后面引起的民怨 会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回响 就像你讲 你现在也可以发起发挥 就是看有没有回响 而且你说到底 公民团才厉害 你说到底韩国瑜认不认真 我觉得他比陈菊还认真 你说登格勒他二十几例 陈菊一万多例 你怎么讲 那下水到整个都没输俊 你不会成为你们老板的对手 整个都没输俊 拜托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 但只是我觉得罢免变成政治斗争 我觉得蛮遗憾的啦 OK 可是远之 远之问这一句 我有想到你今天早上去拜票 帮朱立你们家老板朱立伦拜票 结果人家说你不是挺韩的吗 会被有点尴尬 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嘛 那韩市长我觉得他 其实他真的蛮认真 我觉得他蛮认真在做事的 然后被民进党黑啊 然后被郭台铭酸啊 我就觉得 应该也是要帮他讲几句话啦 我觉得我们站在公益的这边 公益的这边 但是因为我个人是以前在朱立伦那边上班 我是那个发言人嘛 我觉得人饮水失源啦 所以愚公愚私 我们还是要支持朱立伦 OK 那接到民调怎么讲 接到民调就尊重大家 但8号到14号 大家要在家里付电话 对 我说你接到电话啊 你要支持谁 我接到我一定支持朱立伦 好 我一定支持朱立伦 好 OK 来 刚刚呢 不管是谁都讲到一个东西 叫做韩粉有基层的焦虑感 很焦虑很焦虑怎么办呢 要怎么办 就这个韩国瑜 来 这个阿根一定知道 这个女生出来一定可以救得了 对不对 来你看一下 这个啦 我们的韩冰 对 现在呢 这个又有另外一个说法 说韩冰救赋的计划曝光 也就是说他因为第一次 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他出来很高人气 网路这个作战做得蛮不错的 有没有可能这一次再回来 帮这个韩国瑜 救现在的这个颓势 因为民调看起来有点黄金交叉 也就是韩冰出来 是不是真的可以加分 那是他们妇女之间的事 那当然韩冰的形象很受社会的肯定欢迎 那当然 这他们必须去考虑 在我是认为 这个政治要以人性为前提 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孩子 就是说尽量不要让自己的家人孩子 那被曝光拿出来讨论 但是我想基于我对他们初步初浅的了解 那因为韩冰之前之所以会参与韩国瑜的活动 是因为韩国瑜好像体力嘛 身体不是那么好 那韩冰可能就像现代版的花木兰 代父出征去参加一些活动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因为父亲都是最疼自己女儿的 我想韩国瑜应该有过上一次这些经历以后 我想他应该是会把韩冰保护好 不要再让孩子来曝光参与被政治讨论 不管是好的讨论坏的讨论其实都不好 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想法 那孩子他们的前途 那当然孩子们他们要对父亲 对家里表达关心表达孝心 都表示过了嘛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国民党初选 其实大局底定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氛围 对 其实韩粉们被卡韩连线说成乌合之重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社会上 现在这么现实功利的时代 那有那么多人像韩粉们 不管他们的政治判断怎么样 可是他们那股热情是值得肯定的 我觉得他们挺韩到底非韩不投 是一种很高尚的情操 我就说这是一种社会救赎 因为他们可能从韩国瑜的身上 看到韩国瑜二十几年的颓废失败 拿到人生的后端能够转败为胜 可能这是一种救赎 所以大家会去支持他 希望看到韩国瑜继续成功 但是我觉得我们社会导致卡韩连线 那些权贵精英们 那一些想法 我觉得应该要被扭转 就像大家刚刚在讨论罢免 云氏议员 罢免是合法 而且只要社会能够你发动的人 那有得到社会响应 那不管这个罢免的结果怎么样 都应该被尊重 那罢免绝对不是什么政治报复 说发动的人去罢免的市长 市长支持者发动反罢免其他议员 那该发生的就让它发生 让社会来决定 那不能说罢免 选上 选上怎样 选上就一定是让他做到底吗 如果有做不好的 那任何人觉得不好就可以提出批评 这是我们国家 我们台湾社会最可爱的地方 在我们全世界198个国家 我们台湾执行民主多元 我们最彻底 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最宝贵的 这是过去有多少前辈 牺牲奉献之下 才有的今天这个民主 这样开花结果 所以同样 韩文们 我们不能笑他们是乌合之众 为什么 他人生是很不公平 但是政治公平的嘛 政治让每一位 不管你达官贵人 你财团你多有钱 你也是一票 饭夫走足搭仓有财 人人平等 人家也是一票 那他们有表达他们心生的权利 这个应该要尊重 所以我认为韩国瑜他会显胜 如果韩国瑜被做掉 我认为韩粉们应该继续挺进到底 就是挺韩到底非韩不投 这才是正确的 你今天是帮韩国瑜拉票是不是 不 我认为要参选到底 我认为 我一直鼓励人家清德要参选到底 那清德被做掉了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盘算这样子 那这样韩国瑜又出来 那你们家小英也出来 这样怎么投啊 不是 那韩国瑜跟小英 大家一决胜负嘛 一决胜负 OK 好 刚刚我们都被讲到 不管是罢免或者是支持 我们都是表达民主的一个诉求 对不对 我们也平常这个发表言论也是充满爱与包容 所以大家想说这个韩冰出来 一来能不能帮韩国瑜加分 但是第二个大家也在考虑安全的问题 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大家想说 韩冰好像有被这个呛杀的可能 所以基于这个前提之下 你会发现韩冰一阵子没有出现 对不对 来问一下玉婷 你也是长得挺正 大家说颜值好高喔 这个来宾 你怎么看 第一韩冰出来到底会帮韩国瑜加分 第二他的安全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考量 他的安全会不会成为 基本上我比较想回复 像韩国瑜大家都知道 即使证件发表会后 他还是有一百万的这样子的粉丝 非韩不同 何去何从 对就是重点是其他人也挖不掉这一块 这就是过去国民党 他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号召这一百万人 那因为韩国瑜出现才可以号召这件事情 那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国民党可能 这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他们就是 你过去没有办法号召他们 现在说 因为去年的选举 照韩国瑜说真的照神照过的头 然后像这一群人 还会反过来攻击国民党自己的人 说真的我觉得这一群人 也没有人可以hold得住他们 国民党立委自己都说 这一群人其实是不怎么理性 那我会觉得说 这其实是国民党一个很大的危机 那他自己说 不只说 不只攻打 比如说会攻打别的党 现在也会攻打自己的党 其实面临他们国民党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感觉谁都hold不住怎么办 对没有错 而且再来就是 说真的韩国瑜 他现在其实也是没什么招 他自己常常就是 没法 对然后 常常就是 常常挑起中央跟地方 这两个的矛盾 是 然后再来就是 包括他自己对于说 到底为什么每次都会讲一些 很奇怪的话 比如说为什么 玛利亚变成老师了 对不对 然后不单人傻傻吃面包 像这种非常奇怪去操作 这种国族的情绪 来让 来凸显说 高雄人跟东南亚国家矛盾 这种对立 其实我们来看的话 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用这种二职的手法 原因就是因为说真的 韩国瑜他要这样打议题 他其实就是 他就讲不出 一些非常有用的政见 那只能持续用这种空洞的政见 来树立他自己 还是一个韩国瑜 这种韩流的状态 他没有变的这个脉络 对 知不知一开始他在选的时候 他的脉络大概就是 权贵打树 庶民打权贵 对不对 那现在他执政呢 就有一种味道就是 我地方要回宫去中央 对 OK 好 我们来接听的是沐依颖在线上 你今天要跟我们讨论什么相关的议题 嘿 没觉得刚刚针对原知议员 这边几点稍微有点问题请教 就是 您说 就是我觉得罢免这东西 基本上是 我记得在宪法 应该前几条 它是保障我们国民的权利 应该是在前五六条 就有写到了吧 是 选举罢免还是什么复决的创制权利之类 所以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国民基本权利 那你要把它说成这个是政治斗争 我觉得如果就算就算发起眼的出发点 有可能是政治斗争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他如果是顺应民意 而且在我们目前的制度下 他也被罢免成功了 那他就是民意 如果你今天要说 如果你今天要说政治斗争 那如果换民进党权上 那民进党就要去罢免 呃 国民党就要去罢免 可以啊 只要你做了 只要你能够号召足够的人 响应你 那就是你的权利 而不是把所有的事情 不如你意的就说成是 就说成是 呃这个是政治斗争 这就跟之前不管是太阳化学运 还是反送中游行一样 那很多人都会说 那为什么不满我就要上街头吗 当然你可以上街头 但是你要号召到 足够多的人响应你 足够多的社会氛围 足够多的社会的声量来响应你 让这件事情 变成一件很大事情 所以今天 罢免韩国瑜会有足够的声量 该检讨的是韩国瑜自己本身 不然你也现在 现在你也可以去 南港内湖发 发动罢免高家瑜 那我看你声量会多少 会不会成功 第一阶段过不过聊 第二阶段过不过聊 所以我觉得 讲这个东西是 比较没有逻辑的 然后再来又讲到说 所谓的双重标准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 我们大家都有立场 自己坚信的价值 其实大家在做选择中间 都会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但是不能有双重标准的是什么 是像司法权 我们有公权力的时候 我们在公权力的事情上面 我们是不能有双重标准 那我们私人个人的双重标准 是社会会来检验你们 这如果照你说 都不能有双重标准的话 那你身为 之前在朱立伦市长底下 做事这么久 那你对于他 经手过当行政首长的时候 地方首长的时候 他的副市长都贪污 你有出来讲过话吗 他的副市长都出事 对啊 所以说其实你也有双重标准 大家都有双重标准 但是我们最后 还是要让社会来检验这些事情 好感谢慕怡提出的这个 看法观点 他当然是提到了 但人民都有这个权利 你要去投票或者你要罢免都可以 但就是说你提出来之后 是不是获得很多人的响应 是的话 表示这个舆论 确实有这样一个风向嘛 不过现在要看这个风向是 到底这个 韩粉跟国民党之间 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阴谋论 OK 来你看了这篇报导 他的说法论点是这样子 他说 国民党用民调搜集 韩粉的电话号码 然后把他们从抽样名单中 取出来 这就是刚刚有没有原子 这个原子 但是我们一开始有讲到 有一个可能性 会不会是这个 他说这个说法引发了不小的慌乱 因为韩粉能到处转贴 这个所谓的阴谋论 OK 所以国民党提出7月7号上海道 韩粉也认为 这个是国民党初选的阴谋论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够忠诚的话 那7月7号就不要上海道 上了就表示忠诚度不足 好 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是 如果如果易服 如果韩输了 那韩粉会怎么办 OK 现在韩粉之间有两种理论来解释 一个叫做 如果他输的话就是 国民党的密谋 就是作弊 就是作调韩 另外一种是说 政治人物是不是因为这个 贪财或者是盲目的 跑去依附郭台铭 所以最后这两个结果 才导致这个韩国瑜输了 不晓得 因为现在民调都还没有开始 已经有这种风向了 好不好 讲到这里看到Z9出任务 敬我们的木役 DNA给我们 感谢 再次感谢 好 讲到这个阴谋论 我先来问一下原汁 有可能吗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 现在大家接到很多候选的拜票电话 那这个拜票电话 其实去年我们在 在参加初选的时候 我们都打过 那他是找一些就是 电话公司去打的 那他的那个database 就是电话公司的database 可是做民调 是另外一个公司 所以民调公司 跟语英拜票公司 是不同的公司 而且有五间公司 是不同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 要作弊的机会很 比较难啊 除非是说 我们有控制样本 但是国民党的做法 跟民党的做法 有点不太一样 民进党 他们在做民调 他们是由民进党民调中心 先抽两万份 或几万份的样本出来 然后放到光碟 这把光碟放给民调公司去打 这是民党做法 那国民党做法 是交由民调公司 直接针对 比如中华电信 他全部的母体来打 是民调公司自己抽样 所以他的母体的分配 是比较广的 那在这过程当中 我觉得要 做手脚的机会不高 然后再来就是 各候选人 他也可以到民调公司去监听 其实是可以听得到的 而且其实我现在 也是呼吁各阵营 就是说大家 先不要去质疑 这个民调的结果 或过程公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好假设你是质疑半天 结果是你支持那个人 过关了 那别人不就刚好 把你拿来质疑的话 去质疑你 所以看结论之后 再来质疑是不是 如果说过程 真的有什么疏失的话 大家再来讲 那你现在就一直表达说 不公平不公平 就是打预防针 那万一 万一之的过程 那你不是要 对不对 别拿来质疑 所以我觉得大家先烧安勿造 我们先相信民调公司 好 源自讲的这个烧安勿造 其实今天早上 也有这个主持人来问了 韩国瑜说 如果你民调没过怎么办 会不会觉得是被冲康呢 听一下今天早上 韩国瑜是怎么说的 如果没有过 那就是冲康啊 那冲康的话 就一定要拖党出来参选 你有这种想法吗 还是说现在就是假议题 你根本没有想法 目前为止根本就是假议题 民调还没有公布 所以市长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 基本上你会尊重党的最后 除非他有什么真的严重的问题 如果没有过你就好好做高中市长 其实我跟一直讲 我刚才讲最重要的一句话 你听起来 我是平常心 对 我愿意去承担这个重则大任 如果需要我扛 如果民众没有让我出现 民调没过 我想做没办法 我一定要把高中市建设的好 这是我对高中市民承诺 如果民众觉得 韩国瑜你一定要出来挑 更重大的重则大任的话 我也愿意出来扛 就是如此 所以整个一连串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讲被动被动被动 我从来没有主动过 包括中央五人小组来高雄 问我等等 这个是真的是 在我这段时间可以讲 我很多同学都退休了 甚至有的朋友 在我这个年纪生病了也有 甚至挂掉的也有 像我现在这把年纪的 在这个时候 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天人交战 所以这也是我一生之中 最严苛的挑战的事 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挑战 我以前卖菜很单纯的 所以市长 你宣布愿意被动承担之后 其实引来了也是更多的攻击 那台北市长柯文哲他讲说 他原本认为你会比他还晚 才宣布这件事情 那现在这样子经过了这几个月 你有觉得 有曾经后悔过吗 就是说我出来承担 反而剑拔都射向我 变成是这个 所有人都往我身上打 绿的也打我 党内也打我 你后悔吗 其实只要说出承担的那一天 不管早跟晚都会被打 都会被打 只是说谁打而已 现在是当然内部也在打 绿的也在打 正前方是机关枪打 后面是弹弓在射 都很痛 天空上可能还有白色在打 好韩国瑜说他出来选的是被动被动被动 来我要问一下志宏 你怎么看 现在大家在问如果他真的选说怎么办 这些韩粉何去何从 你比较了解高雄市民 可能那边比较多韩粉你怎么看 其实开始会有这样的质疑 他起来有知 因为国民党的初选 他们的制度的设计 有一个叫户内选样 意思就是说 如果接起电话是一个70岁老人家 是 访员可以跟他说 你请你们家年轻一点的人出来 假设这个访员是被操控的情况之下 假设访员他们是 比如说比较挺郭 或挺这个党中央派的这个民调公司 假设是这个人讲说 老人家支持韩国瑜 他说你请你们家比较年轻的人 出来接听回应这个民调的内容 那他就换个声音就好 喂你好 不容易不容易 老人家的声音要换25岁的声音不容易换 就是他可以护内选样 可以请这个 不是他满意他的答案的人 换一个人 回答满意他的答案 所以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内部 包含王金平都出来说 最主要问题还是这个 国民党民调制度的设计的问题 不信任的原因是 因为来自民调制度的设计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 而且中心的监业韩粉 这个7月7号的活动一定要去参加 因为没有把声音表达出来 给国民党中央党部施压 要求民调要做的公平公正的时候 如果自己选择失去这个舞台 不去表达自己的权益 和发生自己的权益的时候 自然那个场合就会变成是 郭台铭个人 或者是朱立伦市长 个人的这个造势场合 而不是国民党整体造势场合 所以这时候我认为说 韩粉们应该要全力出击 才有办法捍卫住韩国瑜自己的应有的权利 那回过回来就是 韩国瑜市长他现在讲这些 其实都还是在一件事情 他把自己定位一个角色叫做 悲剧英雄了 他是这个一直以来 党内也打他 不只是漫威英雄还是悲剧英雄 党内也打他 绿营也打他 中央也卡他 全世界都反他 只有韩粉最支持他 所以他将凝聚韩粉的力量 制造恐慌 因为恐惧动员是最省成本的一种方式 他用这种恐惧的方式 用恐慌的方式 把韩粉凝聚得更团结一点 不会分散 不会被可能 郭董或者是朱立伦 或者是其他的势力 周习伟或者是张亚中去冲散这个 韩粉的凝聚力 他在最后呢 只要动员出百分之百的韩粉出来 等电话 而且接电话 而且不被党中央的制度所干扰的时候 他就会胜出 哦 感觉会不会胜出 大家还讨论 不过现在呢 又看到沐浴来斗内 刚刚呢是Z9斗内沐浴 现在沐浴来斗内 他说近那些年呢 Z9神龙Carry表特版的日子 如果大家有上表特版的话 就知道怎么一回事 然后赶快Google一下 好 刚才呢 志鸿讲到的这个是韩粉的特性 现在大家都在分析 如果到最后真的韩国瑜没有出现 韩粉会怎么做 对不对 会不会有可能重演这个换驻风暴 我问一下玉婷 你怎么看 问一下你自己也要选举 大家对于这个选举这件事情 都非常的敏感 如果国民党再来换驻一次的话 会不会这个元气大伤 我相信 国民党这一些的支持者 其实他们 应该是不用担心 因为郭台铭昨天自己也讲说 他99.9%他会胜选 所以你也相信吗 我不得不说 我们自己做工程师的 其实我们还是会 就是比较论事一点 其实你提的出一些政策 因为说真的郭台铭 以他过去要跟韩国瑜比绅士来讲 他只有两个话题 一个是反宋宗 不好意思是反旺宗 掩然成为一个反旺宗的代言人 最后他在攻打韩国瑜背后的淫无者 到底是谁 韩国瑜攻的最重是谁 就是郭台铭 是 那其实以我们来看的话 就觉得说 那以郭台铭的角色 第二个他讲得出来的东西 就是这几天非常乐的 就是0到6岁以下国家养 他讲出这个对我 我也是选举人 我来听听看他的政策讲什么 好 那我们看了以后就说 为什么他的裁员始终说不清楚 他一开始在讲的时候 他的在网络上 因为我想说我们一定要非常关注他 一开始他的小编是讲说 他的裁员来自什么科富人税 资产持有税 前瞻计划重新来调配下这些经费 结果隔天他自己参加这个国民党的政见发表的时候 他又讲说 又绝口不提 那在隔天 他说今天晚上要说分明 对 然后他在隔天又再讲 那讲了以后 讲的话 又变成说 没有没有 我们要再换别的 我们要自愁一个做什么 大健康产业 好一直到昨天 他终于针对这个财产来源来讲清楚了 那其实一样 一样是说我们先自愁一个 这个自愁经费 包括国家基金这些 他要重新让他可以提高他的投资报酬率 这个主权基金 来让他可以自愁这个经费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自己提他要科富人税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民党政府有推说 要重新调整这个税 税改的政策 这时候国民党的立委自己跳出来讲说 你这个条款是怎么样 是叫做郭台铭条款 你可以让郭台铭减税10亿 那现在郭台铭他自己说 他要来提这个科 科这个富人税 对 所以我们也会对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质疑 那再说回来 如果今天是韩国瑜 明明就是有这么韩粉 这样子补充在后面当他最强的后盾 结果还不是被外挂给弄掉了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被外挂弄掉的意思 而且这个外挂也是坚持不签说 如果他初选没赢的话 他要不要脱党参选 他也不签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我们都非常的认真来看待一下 我们这个国民党是非常热闹的初选 果然是这个工程师出身的这个理科小姐 分析事情都非常的这个有条理 OK 来我们接听的是Max 你在线上 Hello 大家好 我是觉得韩国瑜选对大家都好 你今天也来反串吗 不是啊 你民进党你一定是想说 他选总统至少有机会拿回高雄 如果是郭台民众 你什么都没有更惨 如果是郭台民众 什么都没有 至于柯P 他自己就说了 他的票50%是中间选民 是 郭台民是不是中间选民的票比较强 等于柯P的票会被郭台民 拿到比较多 所以柯P一定是比较怕郭台民 而且韩国瑜选大家都落跑 这样就扯平 对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 OK 但你提到的是这个所谓中间选民 大家觉得柯文哲 然后郭台民 可能蔡英文这三个 他们都有在光谱上某一种程度都是 年轻选项的支持程度 或者是中间选民支持程度 对不对 Max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大概是几岁 你的範园大概几岁 20-30 30-40 30左右对不对 你觉得这一次年轻人 会不会从不投走到毕投 必定要去投的毕投 我觉得这次 比较没有那个什么太阳花 应该是还好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OK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 这个投票率会新高吗 或是跟以前差不多 投票主力还是四五十岁的人 年轻人 我是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疯 就是相较那个太阳花那一批 OK 好感谢Max 那玉婷是不认同吗 你觉得这一次 有没有可能再催出年轻票啊 我觉得说真的 623我不知道这个游行 大家有没有看 是 说623会出去的 其实都是年轻人 因为我自己去路上 我们其实说真的 我们都是接触一些市井小民 那我自己 像我们都会跑夜市 因为夜市比较多年轻爸妈 说真的就是主要我的 我的选民 你的票仓 都是这些年轻爸妈 那都会遇到这些年轻爸妈 很妙的是 他们竟然跟我说 623件喔 他们会说 我也觉得说 原来不只是我自己的同温层 同温层 而是同温层外的这些年轻人 年轻爸妈 竟然会主动跟我提起说 他们要去 所以我会想说 其实说真的 这一次年轻人 明显地感受到所谓的亡国感 这是非常重的 那这些年轻人一定会 我相信在这一次投票一定会出来 那除此之外 其实说真的我们有看到 这个反送中 从六月中香港这一系列 他其实大家也知道 在年轻选票这一群 当蔡英文明显地表达说 反送中他是力挺的时候 他的支持率马上拉高 那我们再对比 柯文哲 对 他说反送中这件事情 让他民调掉了3到5% 我相信 对 绝对不止这些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因为就连到这个时候 七一已经过了 这些人都已经闯进去立法会以后 他才有点尴尬的讲出一声加油 那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讲说 你到底有没有要抢这些票 那你这些票出这种状况 这些年轻人是明显地感受到说 这一些人针对国家主权的立场完全模糊 而不愿意主动提起 或是来代表的话 根本上就抢不到我们年轻人的票啊 OK 好 刚才讲到了柯文哲 今天早上他马上出发就去上海了 双城论坛 讲了什么呢 他今天早上也是有点Key Put Put 来 先听一下柯文哲怎么说 在两岸关系上 我一向主张五个互相 也就是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最重要的是互相谅解 两岸不管在文化或经贸上 现在都是互动频繁 关系密切 但政治上的长期分隔 也超过一个世纪 方方有隔阂 这也是预料中的事 所以应当以更多的时间 更宽容及体谅的心态 来看待彼此的差异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成就 举世瞩目 三十年来GDP成长的九倍 已耀升世界第二大经济 且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脱贫 在中国历史上 人人有换吃的朝代没有几次 所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 必须以肯定 但经济的成就 却跟政治上的进步 存有太大的落差 这方面台湾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经验 可以作为大陆的参考 在的时候好像有点 没有啦 这自由时报 这种电子板跟纸板的 加分扣分都会这样颠倒 我觉得这做假新闻 已经做到太过分了 严厉成谴责 直到大陆 不是啦 自由时报长期来做这种新闻 都在受不了 所以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只有反红媒 我也反绿媒 那这种还是再讲一遍 我在Facebook那是 那是开的那个座谈会 广告新闻 跟有目的的文案 全部给我分清楚 你不要明明就是 有政治目的的文章 你知道吗 那你要包装人事信 好 你看到这是阿伯 今天也是Key Put Put 对不对 好 面对这个中国大陆呢 他是全程照稿的念 非常的谨慎 可是讲到这个所谓的反红媒 他说也要反绿媒 来 阿根源 怎么看喔 他今天出发了去上海了 最没资格批评自由时报 就是你柯文哲 五年前 自由时报嫌所有 我们台湾派 这些忠实支持者之命 那么他也是来 帮你柯文哲加持 他报导你柯文哲所谓 你主张的 你是素人 你是白色力量 你是公开透明 自由时报是如何帮你的 他们也被你骗了 那现在自由时报 这么多年来 自由时报 在二十几年来 他深获我们全国民众 多数不分蓝绿白红 其实即便政治立场不同的民众 都还肯定自由时报 他们在新闻的报导跟追求上面 他们的长期的坚持 所以自由时报 能成为我们国内第一大报 其来有志 最没有资格批评 就是你柯文哲 那柯文哲这一次很明显的 他是去跟中共讨赏 柯文哲这个中共今生 你看他很晓得中共的口味 对啊 他现在要搭飞机要去中国那边 他赶快上飞机前叽叽叽叽 赶快讲一些中共喜欢听的吉祥话 是这样的吗 去讨他的中共阿公的欢心 三个礼拜前大家不知道 记不记得 柯文哲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中共的国台办公开 还有赞赏柯文哲 说他两岸的论述发言非常好 等于中共已经公开认证柯文哲 是中共的最佳代言人 所以柯文哲 这么多年来大家冷静想 柯文哲对任何事任何人物 都会争扁乱讲话说错话 可是大家冷静想 柯文哲独独对中共 没有讲错过一句话 没有用错过一个字 柯文哲对中共 这小心戒慎 之忠诚 他已经到了至真俱拙的地步 柯文哲从来没有对中共 讲错过一个字 柯文哲凭什么 中国政策两岸问题 要由你来说三道事 第一点跟你的身份不符 你是首都台北市长不是吗 该你管的台北市政 你做得那么糟糕 荒腔走板一事无成 不该你管的中共政策两岸问题 你把我们台湾的生死门 把台湾的尊严跟安全 双手奉上给中共 第二点大家冷静去想 柯文哲五年来 他当上市长以后 他急急忙忙跑去双城论坛 他藉由双城论坛向中共交心 爆中共大队 他已经侵犯到我们台湾的生死门 他说一个中国两岸一家亲 他说台湾跟中共是命运共同体 他说台湾跟中国是床头打床尾合 这些话你把你治台湾的安全跟尊严与乎合地 我最后讲一个最简单的第三点 当两者在对峙的时候 强弱大小对峙的时候 强的大的那一方 还可以说我先让步 那表示一个气度 小的弱的这一方 绝对不能先让步 小的弱的这一方先让步 简单讲就是两个字 投降 结束了 柯文哲对 就是投降 柯文哲你没有资格 你违背我们全体台湾人的意志之下 你去投降中共 你去抱中共大腿 你是中共今生 你没资格 OK 好 在这个我们坚哥非常义愤填膺的同时 我看到好多网友 有的说加油 有的说坚哥浮起来 来 浮起来 来 魏影你在线上 你要跟我们讨论什么 我想说一下 这一次国民党出现 如果是果冬出现的话 PPPP才会怕 才不敢再继续攻击柯文哲 一定会跪着跟柯文哲求和 哦 你是章鱼哥吗 你可以预知是不是 你说如果最后是郭台铭出现的话 那么民进党会去求和 去拜托柯文哲一起来合作这样 对啊 谈一个和谈的条件啊 一定会这样子的吧 不过我觉得如果 第一批可以让柯文哲继续选台北市长 把那个北北基合并 他继续选的话 我觉得这应该会不错吧 所以你觉得湘民也会站在那一边吗 对啊如果可以让柯文哲继续当台北市长 然后柯文哲他又不想当副总统 那就让他把北北基合并 让他继续当台北市长 哇这是个很梦幻的一个 然后换取他支持蔡英文 像不是很好吗 好像柯文哲他对总统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他不是想说当个文化的传道者 用台北改变台湾吗 OK所以你觉得整个PTT 可能都会支持了是不是 对啊这样子都符合大家的利益啊 OK好感觉也是一个这个 蛮温馨的一个结局 来感谢魏 好讲到温馨 我们刚才也看到有党内对不对 这个是谁的党内呢 Z9的党内 Z9的党内 对不对他说我们这个结局 非常的温馨是不是 他说听到尖哥骂柯文哲 就感觉暖暖的 暖暖的 有一种暖 点拨一首暖暖是不是 OK好 不过呢这当然是 大家在这位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郭董出现的话 可能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版本 但我让这个袁智你来回应一下 刚才讲这有可能吗 如果郭董出现了 那么这个可能大家 就会去跟柯文哲求和 他的意思是说可能 是不是郭董会吸到PET的票 他的意思是这样吗 所以大家 他们怕郭台平当选 所以要去跟柯文哲求和 我就听不太懂他的逻辑 但是他郭董现在 他的策略也是想要 往中间跟年轻靠嘛 你看他最近抛出来的议题 0到6岁政府帮你养 他就是针对年轻爸妈嘛 因为现在年轻爸妈 要养小孩有负担嘛 所以很明显啊 然后另外 你看郭董他要去跟 黄国昌结合 一起去游行 那个都是希望能够吸引一些 比较偏绿跟中间 年轻的票 对 虽然最后 他们有去623 那个反红梅的现场 因为人家后来 黄国昌不领情嘛 黄国昌说你自己也是红梅 所以就他也没有成功 就尴尬了 但是他的策略是这样 所以可能有一些 所谓的原来的 比较偏绿的年轻人 怕其他人被郭董吸走了 所以可能会希望 柯来拯救他们 我在讲过他的逻辑 可能是这样 那我觉得柯现在 他的两岸政策 感觉就比较务实一点 你看他提到互相 他故意不去讲一些 比较政治性的立场 那之前他的双子心案 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吃到苦头 那现在民进党很明显嘛 就是要用国安 当作选战的议题 包括刚刚民进党 志宏讲的嘛 王国感 王国感现在就是 要操作主权议题嘛 好像是只有民进党 还能雇主权 国民党就没办法雇主权 所以可以想见 你同意吗 当然不同意啊 当然国民党也是雇主权啊 那你还用什么打脸人家 没有这个就是一个抹黑啦 只是说故意把主权议题提出来 然后就可以掩饰 蔡英文过去三年做得很烂的 这样的一个倒行逆施 这当然是民党的策略嘛 这个佐伯泰主席自己都讲啦 如果是韩国瑜出来的话 就是要打主权 如果是郭台平出来的话 主权之外还要打经济 这个他们的策略已经定掉了 那也要透过主权去把柯文哲变原化 那为什么双子星案后来会被卡住呢 说去投资双子星的那个南海公司 有中资 但是实际上那个南海公司 在取得投标资格之前 就已经向经济部去查核说 证明他不是中资 所以他才去申请的 就最后人家得标了 说你有中资 那这就是有一点 我觉得有点无限上纲了 而且那个双子星 他是用那种类似货柜的 那种形状把它堆积起来 那到底有什么国安问题 你是很害怕里面忽然 跳出来解放军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 各位网友我们要务实一点 到年底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看说 是不是要在这种主权议题上面 大家互相扣帽子 还是真的要看民生议题 或经济议题 来决定谁会大家 带来比较好的生活 OK 当然原知提到 这个国安大家不得不慎 所以他们才会这个 联格在审查 不过讲到这个国安 讲到选举 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出来 就是说 美国的众院委员会挺台湾 防止中国大陆干预这一次 2020的选举 我不晓得志宏你怎么看 有没有可能我们真的 20201月11号这个选举 背后有中共在操作 中共的路径非常简单 它对台就是以金逼正 对内呢 经济逼你的政治 对内就是以正逼金 所以说这个可能很多一些台商企业 他们在反映出来的讯息就是说 进到中国之后 开始接受他们的治理之后 哪一个政策做的改变 他们就全部都要受影响 那可能会面临到内部公安 各种的一些政治的势力 去要求他们较东较西 增加成本 逼得他们必须要离开 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 如果被中共所掌握之后呢 他就是以正逼金 所以说现在呢 他当然是要收拢 台湾的民众的民心 所以以金逼真 用各种的文化交流也好 用这种经济的手段也好 拉拢 当然拉拢不成他在打击你 所以他现在开始要 找很多代理人 刚刚事件议员讲柯文哲是一个 那当然韩国瑜也是一个 郭台米也是一个 对台系统跟这个中南海系统 他们不同的角色扮演 都在掌控现在台湾的选举 这很清楚就是说 这不是什么 如果说国民党要去这个说 他们也会雇主权 那应该证明给大家看 现在是讲出来 大家会当做一个笑话来听 就是说应该怎么呈现出来 国民党会雇主权的行动是什么 这很重要啊 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谁的态度强硬 当这个习近平讲说一国两制 九二公司就是一国两制的时候 清楚界定 已经没有模糊空间的时候 谁的态度强硬 这很清楚嘛 看到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才知道说原来 中共一声令下 香港的警察可以对民众开枪 不管你是这个 这个什么塑胶子弹也好 或各种的什么烟雾弹也好 就是对民众开枪了啊 那就证明说 香港现在 他们只是想要单纯回到追求 一国两制这个事情 不想要走向一国一制 就是仅此而已 就被 被中共掌控的这个港府 所这样对民众的对待 代表是说 我们看到香港这样会担心啊 我们担心说以后我们 只是单纯想要从香港转机都会被带走 当然现在未来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要去香港旅游 是不是要透过香港转机 这些恐惧的加害者 都是因为中共的政权造成的 不是因为谁造成的 所以主权那事情 本来就是台湾中华民国 进行总统选举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OK 好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我们这台湾人 对于主权这件事情 不得不焦虑了 那韩粉呢 对于这个韩国瑜 可不可以出现也很焦虑 所以呢 请大家要锁定 今天晚上八点钟 我们这个国民党他们内部的总统初选的 这个最后一场的政见发表会 三立新闻网也会持续的 待您第一时间来掌握 今天感谢所有来宾的探讨 还有所有网友的参与 请记得要订阅我们 94要客宿喔 拜拜